没有什么声音 比他更能打动人的了 他从远古走来 带着泥土的味道 带着秋风的味道 数千年来 灼耳轩轩然 在晴朗的日光和月光下 洞穿着人们的灵魂 我说的是熏 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陶熏艺术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于连钧 智熏是从一把泥土开始的 每一步一个小小的环节 都会导致最后这个作品不是很成功 我会想到我们的人生 也需要反复地这样揉摔 拉皮最难掌握的就是证 一定要把这团泥的中心找好 要想制作什么样的熏 一定要了然于今 五个孔它的位置都要经过繁复地考量与比对 吹一吹调一调 反复地来听音 熏的音色一定要感觉很质朴 发音要灵敏 这样的熏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烧咬也需要至少在16个小时 熏坯开始燃烧 这个火焰发生了变化 它会像一个火凤凰一样这样的扑出来 整个这个过程很享受 火在烧熏 而熏也在烧我 唐湖熏谱是历史上唯一的一部关于熏的专著 他的作者吴唐湖是莲池书院的学子 我曾到他的故里 拜访过他的后人 在那里 我仿佛找到了我的根 乐奏诗经 小雅 陆鸣 我接触到熏 是被他的音色所打动 但是现在我的肩上更多了一份责任和义务 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熏 让我感觉到熏到的成绩 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熏的声音既可以飘在风中 又可以沉入泥土 就像东芝殿士 呼唤着我们 回归自然 这就是 我和东芝殿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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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东芝殿士的故事 我和东芝殿士的故事 都能赡点 发出和洋味 都签线士 这也没 感谢观看